免疫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身体免于不明物体的伤害 如果不明物体入内则消灭它们 所以这些不明物体包括可以伤害身体的蛋白质、病毒、细菌 甚至针合寄生虫和针菌 所有这些东西如果进入你的身体都可能引起某种疾病 这些物质总体被叫做病原体 免疫系统的意义在于在第一道防线上 将这些物体排除如果它们进入了身体 则将它们杀死并清除出去 这样我们才不会得病才不会死去 我刚刚提到人的身体有两道防线 在这之下还有一些小的分类 第一道防线我将简称为第一线 基本上只是用于阻止病原体进入 将上述的所有病原体隔离 有一些比较明显 比如我们的皮肤 皮肤将病原体隔离在体外 实际上即使是皮肤上的油脂 也是稍稍有点偏酸性 使得一些细菌很难 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还有一些黏膜 在黏液中存在一些化学物质 使得细菌更加难以生存 我们还有一些酸性环境 比如胃酸 你可能没有将胃看作身体的外侧 但是实际上未属于身体外侧 我们整个消化到之后 会做关于这个的视频 实际上属于人体外侧 你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 将大多数脊椎动物的身体 看作是一个甜甜圈 我们的消化系统在甜甜圈的那一圈 所以胃是在我们身体的外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于很多病原体来讲 这是一个很难生存的环境 以上是第一道防线 但是这并不足够好 一些病原体仍然能够进入人体 我们开始考虑第二道防线 一旦病原体进入人体 我们将会如何反应呢 对于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 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下 非特异性免疫 这将对我们讨论 特异性免疫的时候 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 都是非特异性的 非特异性免疫 也可以称作先天性免疫 他们自动对他们认为是 病原体的物质进行反应 对于之前出现过的病原体 没有记忆能力 他们并不是对一种特定的病毒 或者特殊物反应 而是对所有病毒和所有细菌 都有反应 对于病毒和细菌 并不进行分类 如病毒ABC或细菌ABC 只是区分这个是病毒 需要除掉或者不允许其入内 这个是细菌 需要除掉或者不允许其入内 他不知道他所应对的是哪种细菌 所以称作为非特异性免疫系统 或先天性免疫系统 我们之后会详细介绍 特异性免疫系统 想象一下当身体 对曾经进入的病原体 有记忆性 并且能够对那些第二次遇到的 病毒细菌或者蛋白质 产生更好的反应时 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而有趣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非特异性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 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炎性反应 我将会专门讲解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都经历过炎性反应 当你注意到血液流向一个区域的特定部分 你会发现农业之后 我会详细讲解炎性反应到底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将血液和人体中可以处理所有感染的细胞 送到可能受到刀伤或者有很多细菌或其他病原体的地方 炎性反应可以看作将血液和抗体送到患处消灭病原体的一种反应 之后我会专门讲解将免疫物质送到患处 但是副作用时 你的组织或身体的特定部分会变得红肿 因为有很多液体在换处可能会有副作用 之后我们会由一堂课来讲解 第二道防线的第二类 实际上是炎性反应的一部分 叫做吞噬作用或吞噬细胞 本堂课剩下的时间 我们将更加详细地了解吞噬作用 只要我们了解了吞噬作用 就为更好的了解特异性免疫系统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了解炎性反应 因为吞噬作用实际上是炎性反应的一部分 吞噬细胞白细胞只是一种可以吞噬病原体的细胞 它们实际上也可以吞噬其他物质 但是当讨论到免疫系统 白细胞吞噬的是病原体 假设这里是一个白细胞 那里有一个白细胞 它有一个这样的细胞核 我不需要关注白细胞的内部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真核细胞 但是我想做的是看看当白细胞遇到 外来的物质或外来的细菌会发生什么 假设有一个外来细菌在这里 我们已经说过白细胞是非特异性的 它的反应如下 白细胞有一些可以对已知病原体做出反应的受体 你可以把它们看作超级感应器 假设这些是对细菌敏感的超级感应器 细菌表面有一些蛋白质 如图所示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把它们画成外形和三角形 使它们可以互补 一旦两者连接 让我画一下它们连接后的情形 这是一个细菌 这是一个病原体 对于病毒或其他病原体也是一样 在后续课程我们会看到 这些病原体也可能被其他分子标记 使得白细胞的攻击更为猛烈 一旦白细胞和病原体连接 这是细菌正在侵略人体的病原体 现在它被牵制了 它触发了这个白细胞的受体 白细胞将会吞噬 它会先将病原体包裹 两端最后将连接到一起 一旦两端连接白细胞会是什么样呢 突然细菌被全部包裹在白细胞内 进入白细胞的内部 现在一旦白细胞两端连接 并且细胞膜融合 那么细菌将会被困在 自己小小的细胞泡内 或者你可以想象 它在一个小气泡内 这是病原体 细菌在这里 但是吞噬作用 这个过程和吞噬物体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病原体是一个病毒 或其他外来蛋白质 或者其他种类的异物 实际上有时吞噬作用 不会对异物产生反应 它只对要死亡的 非外来的 需要清除的物质反应 现在我们只关注 免疫系统和异物 这里的细胞膜 将会完全融合 将病原体包围 当然我们不知道受体 是否依然在这里 但是 我们假设它们依然在这里 和上涂一样 一旦病原体被完全吞噬 就被称作一个吞噬炮 实际上只是一个囊炮 囊炮内是需要清除的义物 白细胞中还含有可以消化 这些囊炮物质的气泡或囊炮 假设这是一些包含溶菌酶 和多种活性氧的囊炮 一旦这个囊炮和其他物质接触 几乎所有的生物混合物都会受损 一旦病原体被白细胞完全吞噬 这个小囊炮就会在这里融合 将所含物质倒入病原体的囊炮中 然后将病原体溶解 本质上是在消化病原体 显然吞噬作用的第一步是 将病原体包裹然后消灭 第二步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后续课程中我们会详细讲解 小囊炮将病原体溶解 现在病原体被溶解了 病原体变成了单个的蛋白质 和其他分子 然后白细胞将获得其中一部分分子 和蛋白质片段 然后将其从囊炮中取出 蛋白质是氨基酸序列 一般人们谈论蛋白质时 指的是长的氨基酸序列 当说其短的氨基酸序列 或者溶解后的蛋白质时 指的是钛链 一个钛链是一个更短的氨基酸序列 白细胞将从刚刚溶解的囊炮中获得 一些特别的钛链 然后将这些钛链连接到其他蛋白质上 白细胞从这个细菌中拿走一些钛链 连接到其他蛋白质上 这叫做主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 因为我们谈论的是白细胞 所以叫做二型主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2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 但是下面我们将详谈 缩写为MHC 这是一个蛋白质连接到 从入侵的病原体上切取或消化的胎链 然后白细胞将它放在细胞膜表面 所以这个复合物MHC复合物在这里 是一个MHC2蛋白质 之后我们会谈到MHC1 白细胞会将这个复合物放到细胞膜表面 我之所以花费这么长时间来解释这个过程 是为了解释我们如何将异物排除杀死 为什么萨尔担心怎么处理这些态恋 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讲 这很重要 因为之后我们将看到特异性免疫系统 记住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非特异性免疫 刚刚说过这是一个入侵的异物 白细胞不知道异物的类型 它只是与异物连接 然后消灭它 这是身体不了解的事物之一 最后白细胞消灭了病原体 但是现在白细胞将MHC2蛋白质 放在细胞表面 保持记忆来攻击特定物体的特异性部分 会说白细胞 看 你又消灭了一个病原体 让我看看你展示的特异部分 有没有可以被这个病原体触发的 所以很多白细胞又被叫做抗原地层细胞 现在我要详细介绍什么是抗原 这个叫做病原体 实际上 你可以把抗原看作是一个蛋白质或态链 它可以触发免疫系统或被免疫系统清除 这部分更倾向于是特异性免疫 在后面讲解抗体和抗原的视频中 我会讲解两者细微的差别 但是现在你可以将抗原看作仅仅是一个态链 一个抗原只是一个蛋白质或蛋白质的一部分 抗原被放置在细胞表面 之后可能会被其他部分使用 现在人体内有很多很多种白细胞 为了使你们在看到陌生单词时 不会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白细胞感到困惑 现在我来做一个小的回顾 有中性白细胞 是最普通的一种白细胞 数目最多 反应最快 它们到达感染区的速度最快 白细胞不需要直接将病原体杀死 白细胞因为它们将病原体吞噬而得名 在之后的课程中 我们将再谈论通过其他方法 如释放化学物质 甚至DNA网来捕捉病原体 中性白细胞是最快最多的 还有巨噬细胞 在某种程度上 它们是通用的承担最重的任务 但巨噬细胞也是白细胞 还有束凸状细胞 第一次看到束凸状细胞这个词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种细胞与神经系统的束凸 有某种关系 错 它们与神经系统没有任何关系 被命名为束凸状细胞的原因是 它们看起来有束凸 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像神经细胞 但是完全不参与神经体统的活动 巨噬细胞是特异性免疫系统最好的活跃者 之后我们再讨论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堂课我们将做一些更详细的讨论